作者庶名萨莎 大顺号是新中国海难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故之一 共有290人死亡 仅有22人靠自救幸存 解放军海军虽出动军舰救援 但因缺乏专业设备最终没有成功 生死关头 山东和东北的爷们将获救的希望留给了女人和孩子 听萨莎说一说吧 1999年11月24日 山东烟大轮船轮路有限公司大顺号滚装船 载客304人 汽车61辆 由烟台地方港出发赴大连 此时烟台港是78级大峰 浪高近10米 天气极为恶劣 烟台的另两个港口 国营港和北岛港的所有船只 在烟台海监局的控制下都没有出航 但烟大公司大顺号所在的地方港 监控出现漏洞 导致大顺号溜出去 为时邀大顺号 大顺号会冒险出航 一个字解释 前大顺号 每跑一趟就会有几十万的收入 不跑就一分钱没有 结果大顺号出港后 仅仅两个小时 发现海上风浪太大 浪高10多米 被迫返航 返航时 因船长指挥失误 导致船伯横风 横浪行驶 船体大角度横摇 船内细柱汽车的钢篮 在剧烈摇动下纷纷断裂 船内汽车猛烈碰撞着火 使得船只失去动力 开始进水 大顺号在惊涛骇浪中 左摇右摆 随时可能沉没 乘客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火 得其他船只的救援 经过长达八个小时的等待 大顺号仅仅等到了海军686舰 和救援船研究13号 研究13号是托船 686舰是一艘补给船 都缺乏海上救援设备 眼睁睁的看着船只沉没 海军686舰军官说 当我们接近大顺号以后 就在我们眼前100米左右 大顺号眼看着沉没了 沉没以后 当时海边上飘起来一些救生法 苹果 拖鞋 还有一些衣服石腰的 一些杂物 木板石腰的 686舰战士说 看到海上飘着到处都是东西 也有救生艇 很多东西 不知道人在哪儿 反正过去慢慢找 摸索着找 结果看到一个 救生艇 向救生艇靠近 发现上面有人 于是打皮篮过去 他们看不到 当时他们非常紧张 没有注意到这个皮篮 然后我们打了多少根皮篮 最后把他们拉进来 显然 我们不能责怪海军686舰 他们已经尽力 由于本位太小 686舰在大浪中也相当危险 解放军战士是把自己绑在船上 尽力救援 在如此恶劣的海矿和严峻的形势下 仅仅依靠这些非专业救援船只 根本不可能有效救援成功 生还的22人都是青壮年 靠自行游岛岸边或救援船边自救成功 我们看看一个生还者 董颖的回忆 我叫董颖 是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士人 今年26岁 大顺号出世前 在青岛市帮人卖服装 24日那天 我和姐妹姐方想到大连玩 本来买了中午的快船票 但因风大取消了 于是临时改成大顺号 大约下午40半中 静灵第一次拉响后 我们穿上了救生衣 我在甲板上一直待到70半 尽管穿了棉袄 棉裤 我懂得连站都站不住了 所以又回到了客舱过道 过道里面已经挤满人了 由于船摇晃得很厉害 许多人都被撞得头破泄流 80%的人在呕吐 地上一片狼藉 臭气熏天 90左右 我也开始晕船 想吐 想睡到 旁边坐着一位带着女儿的中年妇女 递给我两片晕船药 吃完以后 我才慢慢清醒过来 这两片云船药 使我在逃生的关键时刻得以清醒 可算是救了我的命 船沉了以后 我再也没看过这对母女 在逃生过程中 船上的男人们都纷纷把生的希望 留给妇女儿童 把死的结局留给自己 我就是这种人性光辉照耀下的最大得益者 我和解方都是黑龙江人 没坐过船 更不知救生衣为何物 两位素媚平生的大哥走了过来 让我俩别紧张 并分别为我俩系好救生衣 而他们的救生衣还没有船上呢 其后不论是在船舱里 还是在过岛上 男人们都自动自觉的让出一条路 以方便妇女儿童们先行一 不刀打甲板上船舱内逃生的希望很小 大顺号翻转沉默时 船舱内一下子就被海水淹没了 我们都被困在枪里围在淡气 四名男乘客一边安慰我们 一边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 打碎钢化玻璃穿窗 而当玻璃窗破碎之后 第一个逃出船舱的并不是靠窗的男人们 而是我动影身边几个男人用力先将我推了出去 我落海后在大浪中漂浮 很快我看到了一条橡皮救生阀 上面的男人拼命的伸出手要抓住我 风高浪急 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法爬上去 旁边一个准备登阀的男人毫不犹豫向我游来 与阀上者一起用力将我弄上去了 可是一个巨浪将海里那位大哥卷走 没有幸存下来 给我留下了此生无法抹去的残酷记忆 救生阀上只有我和一位金大哥 风浪太大了 救生阀根本无法靠近海军六百八十六救援船 在黑暗寒冷无助的茫茫死亡之海上 我放声大哭起来 金大哥安慰我说 不管结局如何他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我活下去 我还年轻而他已经年过半百了 因为金大哥的孤立 我才鼓起勇气支持下去 救生阀随风浪盲目的飘啊飘啊 终于看到岸上的灯光了 我们好激动啊 没想到一个巨浪打过来将救生阀打翻了 我一直紧紧抓住阀神不放 但与我相依为命的金大哥却被无情的巨浪卷走了 不久我回头一看已经到岸边了 岸边有个人 我用尽力气大叫救命 他跑过来想拉我 但没拉住 我又被海水带回到海里 过了一会儿 我又被冲上了岸边 为了不被再冲回去 我赶紧解开缠在身上的缆绳 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 费了十几分钟才解开 这时腿已经冻僵了 我拼命向岸上爬 正好找到了一个木桩 刚抱住木桩 先前拉我的那个人就跑过来了 问了我好几句话 我没回答就昏过去了 医生告诉我 幸亏是一位老人及时发现 否则我肯定被冻死在海岸上了 我醒来以后 已经在医院 旁边坐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 他的眼神里满是关心和慈祥 我立刻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救我的人 在我再三请求下 他坐在我的床边 向我讲述了那天晚上他救我的全过程 老人名叫贺转勇 11月24日晚上12时多 58岁的贺大爷 首先发现了远处的救生罚 连猫叫弟弟开上手扶拖拉机来救人 把我救上车的时候 我已经全身冰冷 失去了意识 见我随时可能断气 贺大爷用羽绒服包住我 并把我抱在怀里 使我不被冻坏 如果没有村民们 逃过大海劫难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生还 艺术 优优优独播剧本 整体商人 冲闹